今年納貝爾文學獎的中獎者是韓國的 女婦作家韓港是韓國第一人 其實韓港在日空一六年 把她所持者這本書 拿到國際文學獎名聲就真頭 這次拿到納貝爾獎 她的作品應該會更像 南韓以求這個年出席的路作家韓港 日空一六年她所持者這本書 拿到文學獎的國際博客獎 打開她在國際文堂的地名 那當時她說 她現在秀書就是為了要解決問題 韓港是亞洲拿到國際博客獎的投資人 也是文學創作學到收 所持者這本書拿到大張了後 台灣的出版社開始引進她的作品 除了這本書也還有結合她的阻斷 真有適合性質的作品 白、丁丁 這次拿到納貝爾文學獎 也帶動作品的銷路 16年那時候剛引進的時候 其實通路也都蠻注目的 各大書店也都會給她一些很明顯的 可能像推薦位 昨天晚上開始各大通路 包括採購非常積極地跟我們聯繫 因為韓港在日本頂上亞洲國家的文章有一定的地名度 這次的地點也在亞洲國家引起討論 台灣的出版社認為說 韓港的作品 文字跟古書的破壞有看到也很有路 會讓不敢水看到 會想要一支一句萬萬的湯 也因為在納貝爾中的家事之下 一定會帶動一部韓港文學的風調 他會見到達到國際部門學會水 記者從哈佛特